甲敬文为义武统妹的童年,修杰凯打电话去求证,她的做法另有用意。 妈妈是超人三热播之后,甲敬文一家人的幸福的生活,就让很多人羡慕不已。 不可否认的是,能有像布布和波妞这样可爱的女儿围绕在身边,又嫁给了把自己宠成天使的老公,现在的甲敬文确实活出了幸福的样子来。 在最新一期的花絮中,布布去学校上课,甲敬文夫妇也迎来了难得的独处时光。 夫妻俩还带着波妞一起去吃了顿很丰盛的早餐,寻找起了热恋中感觉来。 确实,甲敬文夫妇的爱情,也让很多人又一次相信了爱情。 夫妻俩在闲聊的时候,修杰凯突然就聊起了甲敬文的大女儿吴童妹。 很明显,修杰凯娶了甲敬文之后,就全身心地去爱护和关心老婆所真爱的人。 光从这个细节上看,修杰凯就配得上是一个好老公。 修杰凯问道,那个时候,你也是自己去送梧桐妹上学的吗? 甲敬文就陷入了回忆之中,毕竟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。 只见甲敬文略有所思地回答道,那个时候还没有你,我每天送梧桐妹去上学,确实很辛苦。 听到这里,修杰凯的表情也有点沉重了起来。 熟悉甲敬文的网友们都知道,那个时候的甲敬文确实过得很不幸福。 她的第一段婚姻堪称是一个悲剧,有了梧桐妹之后,又要负责照顾她。 梧桐妹最终的抚养权还不是属于甲敬文一个人的。 甲敬文回忆梧桐妹的童年,其实都已经是十多年的事情时。 但在甲敬文的记忆中,就好像发生在昨天。 就连一些小细节,她都记得清清楚楚,梧桐妹爱吃什么,不爱吃什么,甲敬文都记忆深刻。 甲敬文还回忆到,那个时候的梧桐妹,吃饭时也不乖,她有一段时间是不吃东西的,每天我都会为了让她好好吃早餐而头疼。 正当甲敬文陷入回忆之中时,修杰凯却突然打断了她,只听修杰凯说道,是你做得不好吃吧,还是真的不吃。 甲敬文立刻更正道,不是不好吃,是梧桐妹确实不吃。 可是让甲敬文意外的是,修杰凯竟然嬉皮笑脸地说道,我不信,因为我做的她都吃啊,现在我做的饭,我看梧桐妹都很爱吃的。 甲敬文听完又好气又好笑,她还反驳道,那是现在,那个时候的梧桐妹还是个孩子。 说完后,甲敬文就翻了个白眼,让修杰凯自己去体会。 更让甲敬文意外的是,修杰凯突然拿出手机,直接打电话给梧桐妹,去求证起了这件事情来。 只听修杰凯对着电话说道,梧桐妹,妈妈很有自信地说,她做的东西你都喜欢吃,这是真的吗? 甲敬文看到这一幕后,就想让修杰凯别这么无聊了。 不过,修杰凯却很调皮地躲开了,继续在和梧桐妹在留言。 从这个细节上,就不难发现,梧桐妹和修杰凯的关系也很亲近。 梧桐妹也没把修杰凯当成外人,当然,修杰凯也一定把梧桐妹当成了自己的女儿来看待。 也正因为这样,所以她们之间的交流也很像是一对妇女。 其实,修杰凯突然打电话给梧桐妹去求证她童年的事情,修杰凯这么做是另有用意的。 很多细心的网友也一定发现了,当甲敬文在回忆梧桐妹的童年时,她的情绪是低落的。 原因也很简单,那段时间是甲敬文最不开心的时候。 也正因为这个原因,甲敬文在谈及那段回忆时,总是闷闷不乐的。 修杰凯也发现了甲敬文的情绪低落,所以就故意做出了这个看似很无聊的举动来。 不过,这一招也确实很有效,甲敬文也瞬间就忘记了过去的不开心,又开始和老公谈笑了起来。 最后,甲敬文还伸出了手来,在修杰凯的头上拍了一下,甲敬文夫妇的日常亲密打闹又开始了。 其实,修杰凯去向梧桐妹求证童年的事情,就是为了逗老婆开心。 在了解了他的用意后,很多网友们也确实被这一幕深深地感动到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